那么佛经上跟我们说的很清楚 找身体是有缘跟没有缘 没有缘你看不见 有缘就看见了 四种缘 到你家来了 有情缘 情缘是什么 跟你有恩有缘有债务 逃债还债 佛家这四种缘 父子关系这四种 没有这四种关系 不会到你家来 那么人与人之间 却统统这四种缘 只要你跟他认识 决定是有这四种关系 没有这四种关系 对面不相识 给你这有关系 决定过去身中 有这四种关系 如果是报恩的 孝子 孝子 他来就好 就听话 孩子就怪 好呀 来抱怨的呢 小时候也讨你欢喜 长大之后悲逆 叫你伤心 叫你难过 重一点的时候 会搞你家破人亡 你过去叫他家破人亡 他今天来要叫你家破人亡 你欠他债的 他来讨债 那债还清了 没事了 如果你欠 这个 他欠你的 是来还债 欠你多 还得多 也就是 你的物质生活 他照顾的很周到 他不孝顺 他对你不尊重 那么 欠的 少的 他就还得少 还得少 你生活很辛苦 他有钱 他不给你 报恩保怨 讨债还债 怎么个关系 就我们跟这个世界 说穿了 佛式将穿了 孕孕相报 没完没了 而且 生生世世 纠缠不清 你是六四星 多麻烦 你要不往生 到极乐世界 这个游戏 不会中断 而且 我们在历史上看 非常 惨烈 他报 不是报到恰好 他做的太过分 太过分 是来生的时候 你再报复他 比他又过分 到最后 延变什么 延变战争 那就伤及无辜 这无辜跟你 又发生了关系 所以想到这些地方的时候 六道里都不能住 能不能超越呢 遇到净土 就遇到超越的方法 决定不能再干了 真正觉悟了 觉悟之后 要忏悔 忏悔搞真的 不是搞假的 头一个 决定不跟人家怨 别人 毁谤我 无辱我 陷害我 统统做还债项 我过去身中欠他的 我这一身 他对我这样 我还他了 不能有报复的项 不能有欲哼响 那 先贫旧 欢欢喜喜 这笔章了了 做人 就是要吃亏 就是要上当 因为我过去占便宜 占太多了 现在就是要吃亏 就是要上当 人生 就这么贵子 再不跟人 绝缘住 再不欠人 责物 一切都做 还债项 这是真 佛跟我们讲的话 正话 佛不讲讲话 我们心就很安 心安 心定 就生智慧 对佛感恩 对众生 感恩 我们六根 接触六层经济 眼看到 耳听到 笔文到 血肠到 身体接触到 看破方向 就在其中 这叫真修 优优优独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